世人分三等,看看你属于哪一种 古往今来,人类社会一直都在讨论一个无法逃避的问题 那就是,不平等,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绝对的公平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像山与海一样,有时是那么遥不可及 你或许会想,这种差距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其实,早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命运的差异就已经悄然存在 这句话告诉我们,天地的运行是有规律的 不会因为贤民的君主存在而改变,也不会因为暴君的灭亡而终止 同样的道理,人生的起点不同 有的人出生在富贵之家,享受着优越的物质和教育条件 有的人则出生在贫困的环境里,每一天都在与生活的困境做斗争 你可能会觉得不公平,为什么有些人一生下来就可以紧一遇识 而有些人却必须为一日三餐发愁 的确,这种差距是残酷的 但我们需要意识到,这只是人生的开始 起点的不同决定了轨迹的差异 但未来的命运并非一成不变 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 世人分三等 上等人,中等人和下等人 这个分类不仅仅是物质上的 更重要的是心态,格局和认知上的差异 今天我将和大家一起探讨 如何通过勒解这三类人的区别 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 超越现有的阶层和局限 第一部分 上等人,格局决定命运 我们先从上等人说起 大家听到上等人这个词 可能会第一时间想到那些富豪 权贵,似乎拥有财富和权利 就是成为上等人的标志 但在国学的视角里 上等人不仅仅是看物质的风影 更在于一个人的格局 那么,什么是格局呢? 简单来说 格局就是一个人看问题的深度和广度 是一种眼界的体现 王阳明有一句话非常经典 心外无物,心外无事 意思是,世界的一切皆由心而定 心若宽,世界就大 心若小,处处都是障碍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人能够在面对困难时 依然从容不迫 而另一些人却被小事困扰得焦头烂额 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孔子吧 孔子被誉为至圣先尸 他的一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孔子周幽裂国 时常被人冷落,甚至受辱 然而,孔子的格局 让他能够从长远的角度看待这些挫折 他说过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欺欺 意思是,有大格局的人心胸开阔 不会为意识的得势所动 而小格局的人则是常为所是忧虑,纠结 上等人的特点 就在于他们总能看到问题的本质 而不仅仅是局限于眼前的利益 面对任何事情 上等人会站在更高的层面去思考 试图找到更深层次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比如在商业领域 真正的成功者不是靠一两次的机遇 而是靠他们长远的战略眼光和全局的规划 但光有元件是不够的 上等人的格局还体现在他们的人际关系处理上 他们懂得如何平衡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 能够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游刃有余 比如春秋时期的管仲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管仲辅佐齐桓公实现了齐国的霸业 他能够把握国家大局 既重视民生又懂得与各国周旋 这种能力正是上等格局的体现 在现代社会 格局大的人通常表现得更加淡定从容 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里 他们不会被琐碎的小事牵绊 而是始终保持着 对未来的清晰规划和坚定信念 他们懂得感恩 不会因为意识的得失 而改变自己的原则 可以说 上等人是拥有大智慧的人 他们不仅仅是有钱 有权 更是有思想 有格局 总结一下 成为上等人的关键在于提升自己的格局 如果你想要在人生中走得更远 拥有更高的成就 首先要学会从大局出发 学会看问题的全貌 而不是均利于眼前的小力小害 就像古人说的 不谋万事者 不足谋一时 不谋全局者 不足谋一遇 只有格局大了 才能掌控自己的人生 第二部分 中等人 务实与理性 上等人毕竟是少数 那剩下的人怎么办呢 其实 能够成为中等人 也已经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 中等人虽然不如上等人那般格局宏大 但他们往往更务实 懂得在现实生活中稳扎稳打 步步为因 中等人和上等人的最大区别在于 中等人更注重时机问题的解决 他们不会把自己沉浸在理想化的未来中 而是脚踏实地 努力去解决眼前的问题 孔子说过 君子误本 本利而道生 意思是 君子做事要专注于根本 根基稳固了 其他的事情自然就会顺理成章 中等人的生活 哲学就是 遇到问题不逃避 用理性思考去解决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其实大多数人都是处在这一层次 比如在职场上遇到难题 优秀的中等人不会抱怨 而是冷静分析问题的癥结所在 然后用务实的态度去寻找解决方案 曾国藩就是一个典型的中等人代表 大家都知道曾国藩是晚清重臣 虽然他并不像其他名臣那样质谋过人 但他靠着务实 勤勉地作风 硬是一步一步从低层官员爬到权力的高峰 曾国藩曾经说过一句话 无日三省无深 每天自我反思 检讨自己的不足 并不断提升 这正是中等人的心态 对于中等人来说 责任感和理性是他们最大的优势 他们知道人生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 但他们不会轻易被困难吓到 反而 他们会用冷静的头脑去面对问题 用扎实的行动去解决问题 有句俗话说得好 传到桥头自然直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一种消极等待的态度 但实际上 他体现了一种中等人的智慧 中等人知道 很多问题的解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需要时间和耐心 所以 他们不会急于求成 而是耐心等待机会的到来 同时不断提升自己 中等人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懂得担当 当面对困难或责任的时候 他们不会逃避 而是勇敢地去面对 去承担起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 在我们现代社会中 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 都是典型的中等人 他们可能不是最聪明的 但他们往往是最能持续学习和自我反省的人 正因为如此 他们能够在职场中一步步走向成功 那么 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中等人呢 首先是要培养自己的理性思维 遇到问题 不要急着情绪化反应 而是要冷静分析 其次是要具备责任感 不要逃避责任 要敢于面对挑战 最后是要学会务实 脚踏实地 抓住每一个能够提升自己的机会 第三部分 下等人是非之争中的困境 除了上等人和中等人 还有一种人被称为下等人 听到这个词 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些刺耳 是不是下等人就意味着 他们品质低劣 道德败坏呢 其实并不是这样 下等人之所以被归为这一类 更多的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而不是因为他们的物质条件 或道德水平 下等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喜欢说是非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有一些人总是对别人的生活指指点点 喜欢在背后议论别人的短处 这种行为看似无关紧要 但其实它反映了一个人的心态 他们往往不愿意正视自己的问题 而是通过贬低别人来掩盖自己的不足 古人云 说人是非者 必是是非之人 这句话点名了下等人的问题根源 他们喜欢挑起是非 但却无法从这些是非中解脱出来 这样的人生暂时处处碰壁 无法取得真正的进步 老子也曾说 是非之心 祸之门 这句话提醒我们 沉迷于是非纠纷 只会引发更多的麻烦 最终伤害到自己 下等人的另一个问题是逃避现实 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足 总是把责任推给外界或者他人 比如 有些人会说 我之所以没成功 是因为我运气不好 或者是因为别人不支持我 而不是反思自己的努力是否到位 方法是否正确 正因为这种逃避心态 他们始终无法找到真正的突破口 导致人生停滞不前 举个例子 大家或许听过很多创业失败的故事 一些人失败之后 不是反思自己为什么会失败 而是抱怨市场不好 政策不对 甚至责怪自己的合伙人不过给力 这样的人就是典型的下等人 他们总是在外界寻找借口 却从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错误 那么 如何避免成为下等人呢 首先是要学会管住嘴 不说是非 这是迈向上层阶级的第一步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讨论别人的生活上 而是要专注于自己 其次是要培养自我反省的能力 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 即使纠正方向 最后下等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就是他们的认知局限 他们往往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或者因为环境的限制 无法获取更高层次的知识 因此 他们的思维方式相对简单 难以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 这种认知上的局限 让他们在很多时候陷入迷茫和困惑 那么 听到这里 你觉得自己属于哪一类人呢 其实 无论我们现在处于哪一个阶层 都不意味着 我们必须一生停留在这个阶层里 人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 我们始终有机会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去打破阶层的壁垒 就像孟子说的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老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努力和奋斗 成为自己理想中的那种人 无论你是上等人 中等人 还是目前处于下等人的状态 只要你愿意改变 不断提升认知 总有一天你能突破自己 迎来人生的辉煌 人生不是一场简单的物质追逐战 真正的成功 来自于思想的高度和内心的富足 让我们一起努力 提升格局 理性务实 远离是非 用智慧和勇气 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 这就是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 希望这次的讲解 能够帮助你们更好地认识自己 找到未来努力的方向